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电影还好 或者一部电视剧也好 可能都不是十一分钟 或是十四分钟 去谈一个故事 那居然这个非取代的团队 能够在十一分钟 十四分钟 能够让大家 而且中间还有一些 好像不同的时空的交替 居然能说得那么清楚 而且看了以后 大家也非常的清晰 不会说看了好像看不懂 这个是非常的敬佩 而且是这么 在棚里面能够 不是这么好 这么逼真 这么真实的这个场景 不管摄影灯光 都非常到位 而且这两个作品 都是 几乎都是用手持摄影 尤其这个大武料的记忆 手持摄影 其实在镜头语言里面 都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在 父亲是 虽然是在 比安罗吧 他在做这个弹钢琴为生 可是这个生活 还是动荡不安的 就跟手持摄影 这个有 总是会有一些晃动一样 我觉得这个镜头语言 也让我非常的 这个可以说作为观摩 这个吸收 参考一个最好的一个东西 这已经当然不是第一次看了 我每次看到就觉得全身挤皮疙瘩 然后因为他是在讲父子 然后很多关于我跟我父亲之间的一些回忆 本来有一些都已经自己慢慢淡忘了 然后都是因为片子里面一些桥蛋就想起来说 曾经我没有过类似的经验 曾经我也因为一些不管是味觉 不管是听觉的一些刺激 然后让自己很想念他这样子 那讲这个我觉得好害羞 但是就是我看这部片子真的感受非常深 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 谢谢 我已经要求说是可以把这个好好的让我保留 这两个那么好的东西 那么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